涉案远景李文艺被借提侦讯带着手铐脚链走进桃园地检署 大华派出所远景冯士豪 南亚派出所前所长张玉玲 以及其他关系人也在同一时间抵达 面对记者询问一概不为 今年元旦晚间八点多远景李文艺开车肇事撞死女大生王家寒 经过桃检追查后发现同人集体灭证协助脱罪 一大早就兵分多路搜索 将人带回征讯 如今关键照片出炉 李文艺肇事后不久 大华所远景冯士豪开着黑色轿车接应 南亚所副所长楚敬全 开着白色车子在前方带路 而且一朵就是18个小时 肇事逃逸后有相关人员有前往协助残密人犯 侦办的过程中有发现许许多多相关的监视器 都已经遭人为拔除 他是肇事远景李文艺的父亲李清渊 也是副总统吴敦毅随护 有龙头称号 来头不小 事发后不但沿途监视器影像全部被拿走湮灭 目击证人的行车记录器居然凭空消失 然后发生事情后他自己的同事马上来帮他 那这个跟他的父亲 跟他的妈妈 跟大西分局局长 跟我们讲的所有的状况 跟今天我们所知道的完全全权的颠倒 质疑警方包庇 即便市长郑文燦曾经下令彻查到底 但事隔一个多月 18小时躲藏内容 至今仍然没有交代清楚 是他的同事开着车子 两部车子来把他载走 请问这个罪重不重 家属痛心 侄女走得不明不白 令人不得不怀疑 是不是有关系就没关系了呢 记者综合报道